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开拓者的防守依旧遭到诟病,但凭借着利拉德与CJ两人无与伦比的进攻火力他们,仍是西部的顶级强队。 这场比赛利拉德与CJ依旧闪耀,此以利拉德全场比赛42分钟,23中11,3分15中6,罚球12中12,拿下40分13助攻,一篮板三抢断,命中率47.8%,3分命中率40%, 罚球命中率100%,迈克勒姆全场比赛43分钟,23中10,3分16中6,罚球4中2,拿下28分10助攻7篮板,命中率43.5%,三分命中率37.5%,开拓者这后场双枪真的太厉害了,这场胜利下利拉德也创造了四项记录。 第一项,这是利拉德与迈克勒姆职业生涯,首次同场送出至少10次助攻。 第二项,自1992年3月6日得雷克斯勒34分12助攻,和特里波特25分10助攻,以来。 利拉德与CJ是第一队在一场比赛中获得至少25分加10助攻的组合,29年纪录来临。 第三项,利拉德是NBA历史1977-1978赛季以来第一位轰下40分,加13助攻,却零失误的运动员。 第四项,利拉德是最近15年以来,继克里斯保罗后,第二位轰下40分,却没有失误的球员。 利拉德这场比赛的表现就是如此的闪耀,他本赛季的数据也在持续的增长中,场均27.4分,7助攻4.5篮板,一抢断。 命中率44.6%,三分命中率37.7%,场均命中3.9个三分球,他的MVP排位正在逐渐提升。 在赛后利拉德接受了采访,他表示,这场比赛我很好地保护了球权,这是我的责任,也是CJ的责任。 我们打出了完美的团队篮球,队友们都很信任,我和CJ采访结束后,利拉德在个人的IG上发布了他跟安东尼的合影,并写道,我热爱这项运动。 利拉德这一次的发声,令凯里·欧文无地自容。 在利拉德带队,高歌猛进的时候,欧文却因为个人原因,缺席了无偿比赛,而且没有与球队联系。 有球迷表示,这就是为什么你比欧文更加热爱篮球。 利拉德,常常跟欧文做对比,很多人,觉得欧文比利拉德强,但那根本就是印象流。 不管是带队能力,个人荣誉方面利拉德,都玩爆欧文。 为人处事上,利拉德更是爆的欧文,连扎都不剩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